2020年总算过去了 在12月31号晚上 各大媒体的跨年晚会 真是让大家目不暇接 大呼过瘾 而对于相声爱好者来说 大家最期待的 无疑是德云社的跨年演出了 今年的德云社 跨年演出只有一场 节目单也是诚意十足 有郭德纲 于谦 岳云鹏 孙岳 郭麒麟 颜鹤祥等 从演出的节目单上 也能看到 郭德纲 于谦 是最后一个传理演出 演出的节目是 对口相声 公主驾到 可是孟赫棠和周九良 开场就演了将近50分钟 郭德纲的单口相声 又说了一个小时 光这两个节目 就花了一半的演出时间 不少观众都怀疑 后面剩下的几个节目 该怎么安排时间 因为前面的演员 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 最后 岳云鹏的演出时间 只有20分钟 高峰 鸾云萍 更是离谱 只有5分钟 郭德纲和于谦的对口相声 直接临时取消了 这可真是太离谱了 因为这一场演出的观众 大部分都是冲着郭德纲 于谦来的 两个人不说相声 那不就是糊弄观众吗 许多人都还记得 当年郭德纲的民族公 退票事件 当时主办方夸大宣传 把一场老前辈的拜师仪式 说成是郭德纲 于谦的专场 结果观众要求退票 最后郭德纲和于谦 加演了两场 平息了风波 也赢得了大家的好评 可是如今 郭德纲预告了都不严 自然是让观众心里觉得不满意 可能郭德纲也有难处 因为以前 德云社的跨年演出 或者郭德纲的专场 都能演到夜里一两点钟 观众也看得过瘾 可是如今 演出时间被规定的 很严格 可能郭德纲也是第一次 这样安排演出 有些失误 在所难免 如果真的是糊弄观众 郭德纲没有必要 说一个小时 单口相声 吃力不讨好 你说不是吗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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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